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了 阿北说谎 被抓包开始 又要转移话题了 不管你有没有见过面 你先回答了 2018年那个圣号电厂你会一开始说要盖 后来不盖 你先解释一下 不要再纠结 再细节 不要再纠结 再细节 那阿北你说高宏安的几层针 回答了没有 你说蔡英文身边的人都贪污 谁 谁贪污 你有证据吗 你说清楚了吗 好心肝偷打疫苗事件解释清楚了吗 ban 究竟是谁 所以你觉得就是那一群人他原本都有受访 可是这几天因为你他同时的受访 你觉得他为什么当时觉得就是被男孩这个议题给编辑的话 他不会啦 他一定是民调接近 他才会这样 等等 你的意思是不是 你平常造谣攻击别人 是因为你拟掉差距太多